白沙麻八天的競箱行程 今天進入了第六天的時間 但是這粉紅超跑跑的速度 真的比往年都還要快 今天看起來它整個速度 比去年要快了一天的時間 但是到了第一點 許多的這些星座們 大家也加緊腳步 追上了媽祖的這粉紅超跑 不過今天去了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到了那個地方要踏廟地 聖美 踏廟地是什麼 白沙屯的媽祖今天 清晨四點的時候 就已經起駕回鑾 六點鐘他就進入了彰化的竹堂 接下來他特意繞進了一個地方 什麼地方 這個地方叫做天元宮 進去踏廟地 隨行參香的這些香燈角 都非常非常的驚奇 因為很少能夠跟著媽祖去踏廟地 我解釋一下什麼叫踏廟地 一般來說這個廟要蓋的時候 會希望請神明來幫忙看一下 他的方位跟他的地點好不好 所以媽祖就來到這裡 但是這是有一個因緣的 為什麼 這個天元宮的主神之前 就請他廟裡面的姬童 去拱天宮拜拜 要請白沙屯媽祖 幫忙來天元宮踏廟地 幫忙來看方位 主神有先拜託了白沙媽 但是要擲筊 你要問白沙屯媽祖願不願意 對不對 有信筊 也就是白沙屯媽是同意 我會幫你來踏廟地 但是各位你們也知道 除了出發跟回來時間是固定的 但是這沿路 白沙屯媽要去哪裡 我也不知道 所以進入彰化的時候 連工作人員也沒有把握 是不是會去天元宮踏廟地 結果經了彰化 一路就是粉紅超跑 不斷不斷的急行軍 直接就進入了天元宮這個地方 然後白沙屯媽就帶著這些香燈角 來到踏廟地了 除了這個地方的踏廟地 讓很多的信眾覺得 大開眼界之外 各位白沙屯媽 雖然已經離開朝天宮 但是大家會發現 信眾會發現 朝天宮這個上方 出現了這個白霧狀白煙的形狀 你仔細看 再近距離地看 它就是一尊媽祖在這個位置 非常地殊勝 很多的信眾都看到了 這個圖屯出來的 就是媽祖的一個形狀 那要錯 而且在媽祖神教 經過沿路當中 今天清晨 有一輛運租車 經過的時候 信眾就發現 所有的租支不斷在尖叫 彷彿這些豬隻都向媽祖祈求 是不是讓我們不要再墮入 出生到了 除了這些沿路 能夠發現很多很多神機 跟溫暖的故事之外 大家會發現白沙屯媽最喜歡 也最常去親近這三個族群 哪三個族群 小朋友 記不記得 這封國小的小朋友還喊說 媽祖我愛你 好可愛 好萌 媽祖特別喜歡到小朋友 像托兒所或學校 他甚至於到學校裡面 跟小朋友一起吃午餐 有媽祖會跟小朋友吃午餐 為什麼 也就是到這個學校裡面 淨化下 看看有沒有髒東西 看看小朋友 除了小朋友是媽祖最愛之外 警察也是媽祖特別會去的 接下來當然就是 有一些可能生病的 需要祈求媽祖幫忙的 這一些病苦的信眾 這些香釘腳們 有時候因為天氣太熱 容易不小心就昏倒了 或者是熱中暑 你來看這一段影片 這幾天 你會發現白沙豹媽 一路這個機型軍的時候 她會突然停下來 這一個媽祖的粉紅操跑 就在這一個遊覽車旁邊 突然停了兩分鐘 為什麼停在這分鐘 大家都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 她就停下來了 怎麼辦 到底怎麼回事 信眾也覺得發生什麼事 兩分鐘之後 有一位香釘腳 因為受不了酷暑昏倒了 兩分鐘之後 這個軟腳突然就搖擺得 非常的用力 顯然是媽祖在為她加持 馬上他們請救護車 到現場的時候 你知道 媽祖的軟腳 並沒有立刻離開 媽祖非常擔心這位香釘腳 甚至於在救護車要離開之前 因為民眾比較多 信眾很多很多 這個軟腳還在這個 救護車旁邊 不斷不斷的加持 確定這個民眾上了救護車 能夠離開到醫院之後 軟腳才起乘 當然這個香釘腳 後來到醫院之後 是沒有事的 大家放心 但是光是這一幕 很多的信眾 都覺得非常感動 當然在這個沿路當中 很多很多的故事 是我們知道的 包括這一個 2016年白沙豚媽 是在一個陽光社區裡面停假 很多人會跟著 媽祖的軟腳 就到這個附近就休息 其中有一個阿嬤 年紀好大好大好大 她一個人 她就是坐在一個角落裡面 社區的角落裡面 很奇怪的是 她坐在那邊也不講話 有一個年輕人 拿了一袋便當 走走走走 走到的阿嬤面前說 阿嬤 誰給你吃 這年輕人不認識阿嬤 你知道阿嬤拿到便當哭了 哭出來了 我們這裡看到 這個便當的菜色 就是當時2016年 這個阿嬤吃的便當 我們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這是有一個信眾 他分享的一個故事 因為當時他就坐在阿嬤旁邊 他也問阿嬤說 你怎麼一個人來 阿嬤說 不是啦 他是跟他的朋友一起來 但是他朋友中間身體不舒服 就先離開 阿嬤就一個人 你知道嗎 阿嬤都很害羞 所以沿路有信眾 或者民眾提供一些食物 阿嬤不敢去拿 可是我很餓 我走路走那麼久 我真的好餓 好餓 後來阿嬤就在心裡面祈求說 媽祖娘娘拜託你 我真的好餓 我很想吃東西 他話還沒講完 便當就送過來了嗎 年輕人就直直走過來 就拿給他 那個年輕人跟阿嬤不認識 可是年輕人卻拿著便當給他 而且阿嬤才祈禱 說我想吃東西 所以媽祖聽到了 這個PO網的這個民眾 就去問這個年輕人說 你又跟阿嬤不認識 你為什麼拿便當來 結果這個年輕人說 他怎麼說 我不知道 我這沿路拿了便當 我不餓 我就想拎著便當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他走進社區的時候 他不認識阿嬤 他說有一股力量 讓他走走走走走 就走到阿嬤面前說 這給你吃了 你說這是不是媽祖娘娘的顯靈 保佑這些信眾 其實他肚子餓了 他真的希望有一個便當 看到媽祖保佑所有的信眾 但是在今天媽祖持續走著 回軟的路上的時候 走著走著 他幫一個小妹妹給加持了 台青 那個小妹妹加持 可是他媽媽倒是跟媽祖 說了些東西 是 因為是這樣子 這是今天最新的一個消息 在下午發生的事情 一開始我們注意到 就是妹妹跟媽媽 還有爸爸就跪在那邊 然後媽祖就過去幫他加持 而且加持的時候 是非常仔細的 肩膀 背部 腹部一一的為他加持 而且加持的時間 大概有10分鐘 這也引起我們的注意 就是為什麼媽祖特別 要退停這麼久 對 而且特別照顧這個小孩子 結果我們疑問之下 就是他爸爸 就是他這個是第二個女兒 二女 然後他今年12歲 在他出生58天的時候 他發現有先天性的心臟病 就是去年他們有帶妹妹 在永靖跟袁林那邊 有幫忙加持 今天是第三次 媽媽有特別說 只要媽祖幫他加持過之後 他的狀況就有好轉 可是他現在已經是五年級 那種特殊教育學校 五年級的學生 可是他不會說話 不會說話 五年級了還不會說話 對 他只會咿咿咿的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們在採訪的過程中發現 他一直在捏他的手 兩隻手全部都是瘀青的 然後看起來就是非常的恐怖 然後我們就問媽媽說 為什麼他會一直捏他 他說他只要一發起脾氣 他就想要捏自己 然後就一直把讓就是自虐 對 沒錯 然後突然之間 媽媽說出了一個驚天的消息 我們都嚇了一大跳 就是在這個妹妹 之前就是有碰到無形的東西 在暑假期間 無形的東西找不到人玩 可是妹妹也不想跟他玩 於是有六條鱗 就纏上了這個妹妹 然後不放過他 所以妹妹的狀況就是一直在 那種食好食壞的一個狀態裡面 所以他會有一些很多 奇奇怪怪自虐的行為 就是不只是先天性心臟病 這個部分而已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了 媽祖他去踏廟地了 但媽祖好像不只會去踏廟地 他甚至還會去監工 還會去驗收 對 沒有錯 就是在我們整個紀錄裡面 踏廟地今天不是第一次 今天還有去到一個正安宮 他也是媽祖踏廟地的一個地方 他已經是完整好了 在我們以前最早期 為什麼會開始有踏廟地 這件事情 就是在我們雲林 有一個地方 然後媽祖在那裡 就是因為過載門 然後那個村莊大家就看著好戲說 我今天看你白沙屯媽祖 怎麼進去 你要怎麼出來 因為我們看著那個轎子 就是剛剛好 所以白沙屯媽祖在那邊 因為過載門而聲明大噪 當他們這個村莊 有一個宮廟要蓋的時候 他們第一個想到的 就是白沙屯媽祖 他們就希望白沙屯媽祖能夠來到這裡 幫他們 就是在這個方位上面去做 就是幫他們助記 然後當然我也問過他們 不是只有白沙屯媽祖看 他們還會請老師來確認一下 就是說除了白沙屯媽祖看了 這幾個位置 就四方再加中間 這個我們都有助記 之後然後大概還要哪些注意事情 就是還有人為的 就是老師的部分來做確認這樣 蓋了一半以後 就是我們曾經在發現說 有一些踏廟地蓋過以後 大概已經看到櫻架了 媽祖經過的時候 還會去看一下 尋釋一下 他們確認一下工程狀況如何 對 工程狀況到底是不是真的 就是如他所想要的那 好 完工了 媽祖又到那邊了 要再看一下完工了 我去休息一下或停住駕一下 然後看一下說 這整個完整了 好了 我也來赤福一下 這整個 好像媽祖就是整個監工什麼 各方面都做得完整 完善 可是媽祖他在白沙屯這地方 有些人他的人生 或者是他的整個事業上面 受到影響 進入到白沙屯的時候 反而媽祖也注意到他的存在 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有一個南部的 就是一個年輕 40歲的中年人 他覺得因為工作不順 所以他那時候想法就是 我先把工作擺一邊 我自己去環島一年 就徒步環島 有一天他就走到苗栗這個地方 然後他就想到說 我要去拜拜 我要去拱天宮拜拜 所以他特別到白沙屯來拜拜 拜拜的時候 他竟然在廟裡面遇到他的 四組客人 都四位客人這樣子 其中有一個客人就跟他講說 其實如果你既然來拜拜了 我希望你下一次 能夠跟著白沙屯媽祖去進鄉 他也就是覺得可以 結束了白沙屯的這個行程之後 他就往那個山線 就是施潭的方向走 結果沒有想到 就在他走到一個山路的時候 他突然覺得 好像有人拉了他的包包一下 然後他就突然停下來 可是他覺得心生有意 他就覺得我稍微停下來休息一下 就在他這個動念之後 馬上就是有一顆大石頭 從天而降 就這麼巧 差幾秒鐘的時間 對 就差那幾秒鐘 如果他今天沒有停頓的話 繼續往前走 那石頭剛好砸到他 所以他就覺得非常的感動 然後那時候他就想到說 他的客人有提醒他 就是說可以去參與進鄉 他第一次去走的時候 他就竟然拿到媽祖的押轎金 拿到押轎金之後 他第一個動作就是 因為他有職業病 所以需要長期的復健 然後他就想說 我就請媽祖來幫我處理一下 就是把讓我的狀況會好轉 結果沒有想到 就是在他押轎金拿到 然後請媽祖處理 那一天晚上他做夢 竟然夢到一個白衣女子 來找他 來看他 然後之後他就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做復健 然後還是一樣 就是該做的療程還是有做 就沒有想到慢慢慢慢的 他所有的症狀都一一緩解 他一直始終相信那個白衣女子 就是白沙屯媽祖來看他 我們看到白沙媽 她從白沙屯出發 八天的時間要來回 進到了雲林的北港之後 再回軟 但是在這條路徑上面 有許許多多的信眾 他們都誠心的希望 媽祖能夠從她家的門前經過 或者在某些地方住駕 但常說一句話 星辰則靈 有些事情你本來真的是這麼想的時候 有時候媽祖他還真的聽得到 你看 因為媽祖他不管要去哪裡 是沒有人可以預料的 他什麼時候會經過你家 還是說在你家前面停駕 甚至在你家住駕 或你店裡面住駕 那沒有人會知道 對 因為那個路線 都是由媽祖自己決定的 可是有一年在沙路有個太太 她說當時他就是 媽祖要去北港近鄉 所以她就守在他家門口 因為他知道媽祖幾乎每年 都會從他家門口經過 可是那天他等到黃昏 天都暗了 媽祖都沒有來 他心裡想 那大概今天不會了 他就回到家裡頭 進廚房煮飯 結果他當時煮菜煮到一半 他突然就聽到敲鑼打鼓 然後還有那放鞭炮的聲音 鑼鼓聲這麼響 那外面有什麼事 不是外面 他說那個聲音 感覺就在他家裡面 什麼 進到他家了 那是太太就想說 是不是他想媽祖想到 可能有點恍惚 但他不信邪聲音太聲立聲了 他就把這個門一打開 就嚇到了 他看到了什麼 他看到白沙媽的神教隊伍 已經從外面直衝他家裡頭 真的進來了 衝就算了 還有人大喊著 媽祖今晚在此住假 明日清晨幾天起假 為什麼他聽到了這些人 喊這句話 他感動到眼淚都快掉下來 而且興奮不已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剛才講的是住假 要是還帶一晚 你知道要有 可是只是路過而已 對 帶一晚 好啦 他就很驚訝 也很興奮 也很開心 可是他心裡想 為什麼沒帶不去 媽祖會來我家住假 後來他回神 他才想起來說 其實是他自己曾經 有去求過媽祖 而且媽祖答應他 但他自己忘了 媽祖沒忘 他是怎麼回事 這太太就回想 他說他曾經有一個 開佛具店的老闆跟他說 這位太太 我跟你講 你不曉得媽祖很靈 如果你今天去求他 他要是答應你的話 他會去你家門口停假 請注意 老闆講的是停假 老闆就講得已經喜滋滋了 好 他當時已經想說 老闆有建議 老闆有講說是大年初一 要去公天公路拜拜 所以他就選了大年初一 去公天公路拜拜 而且他一見到媽祖 他許的願還滿大的 他直接跟媽祖講說 阿婆 我拜託你 如果可以的話你來我家 來我家帶一晚好不好 然後 他直接希望住假 對 他就想住假 然後他就拔杯 他連拔三個新杯 好啦 那連拔三個新杯 他心裡想說真的假的 可能媽祖真的會來 只是不曉得民國幾年 或者媽祖會派千里的順風而來 所以他就 也沒有把此事放在心上 結果現在媽祖來了 好 那我們就把場景 回到媽祖來 結果當時他家有四個小姑 其中第四小姑 綽號叫巧媽 巧媽有個小女兒才兩歲 叫巧克力 巧克力她的髖關節有問題 所以她從小時候 在學走路的時候 腳走路姿勢就怪怪的 然後蹲或坐 兩隻腳都姿勢怪就算了 而且還不能合攏 髖關節還會有咖咖的聲音 好啦 結果後來 這個巧媽四小姑 就帶著巧克力去看西醫 西醫醫生跟她講 就說你這個就是髖關節問題 必須要穿調整衣 然後再看看也許要動手術 這麼嚴重 可是她給她兩歲寶貝女兒 穿調整衣 大人穿都痛苦了 何況是小女孩 所以穿都會哭 她忍不了她女兒的痛苦 後來跟巧克力 就直接跟她講說 好 媽媽捨不得妳穿 妳就不要穿了 不要穿怎麼辦就找中醫 找中醫那中醫 就跟她針灸推拿都沒用 後來就幾乎處於放棄狀態 好啦 現在好不容易媽祖來住駕 四小姑巧媽就跟媽祖說 媽祖我現在想請求你給我一點 建議好不好 請問阿婆 能夠治療巧克力的醫院 在什麼方位 就拔杯 巧杯 意思就是沒這個醫院 那是不是可以請問阿婆 能夠治癒巧克力的貴人 在什麼方位 巧杯 沒這個貴人 沒這個醫院 沒這個貴人 媽媽心裡慌了你知道嗎 就這時候二小姑 靈機一動 我來拔 她直接問媽祖 問了好大膽 不 還是妳自己要親自來治療巧克力 一拔先杯 不信 再拔先杯 很經意 再拔先杯 連三杯先杯 後來他們太興奮了 因為媽祖要親自來 就像剛剛我們現場來賓講 要親自來治療嗎 後來他們回神 旁邊想想 會不會我們剛剛沒講清楚 再問一次連拔六四的意思 六四都行杯 好啦 結果後來各位 半年後巧克力真的好了 她媽媽發現 她能坐 能蹲 能跑 能跳 好啦 就帶她去看 原來第一位看的那位西醫 結果西醫看了怎麼說 照顧光 照顧光之後她說 恭喜太太 巧克力好了 恢復正常了 西醫還講 她說你看 我就跟妳說 穿調整衣就有效 妳看現在好啦 結果她媽媽就講說 醫生 我跟妳講實話好不好 我只給她穿一兩次之後 我就再也沒有給她穿了 因為我看她會很難過 就沒給她穿 然後現在她其實好 是因為我求媽祖 結果那西醫就講說 真的還假的 太不可思議了 太不可自信了 結果後來巧克力的媽媽 巧媽就問那個醫生說 我什麼時候 要再帶巧克力回來複診 醫生說複診 不用 妳的女兒是完全痊癒 根本就不需要復診 媽祖這一次的整個 繞盡八天的行程 可是在整個台灣的沿海的 許多的城鎮 都有祭拜媽祖 來講到高雄茄定了 茄定有個媽祖 他甚至進入了校園 跟鬼王大戰 是 茄定這個地方 有一個叫赤福宮 這個赤福宮的媽祖 也滿有名氣的 而且要號稱叫俠客媽祖 為什麼叫俠客媽祖 因為他經常聽到哪裡 可能有什麼妖魔鬼怪 他就跑去收服他 然後經常去作戰 所以好像俠客一樣 最有名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2005年5月18號這一天 他當時他其實很忙 那天很忙 他早上8點多就出門 出門去幹什麼 因為要跑去南昆森帶天府 去進鄉 下午回來的時候 馬上就跑到 茄定這個地方來 為什麼 因為茄定這邊有一個德華公家 華德公家 那個華德公家 那邊已經擺好香案 等著他來 媽祖一來 他就你知道 他就覺得不對 然後就直衝操場 他們操場那個地方 還有一些廢棄的碉堡在那裡 你知道嗎 那些碉堡他就說 這些碉堡有利鬼在那邊作祟 然後他不能夠先動作 為什麼 因為當地屬於白沙阿倫 萬福宮掌管的地方 所以他先去那邊拜碼頭 去跟五位王爺還有附罵 在那邊講說 你們這邊有這個東西 那我們一起來收服他 然後結果大家都同意 同意了之後 他就去跟這些鬼王談判了 就說你們這樣子 禍害人間這樣不好 你們應該要離開這個地方 不要再去騷擾別人 這個鬼王在這邊 已經非常久的一個時間了 所以他也不願意離開 他不願意離開就說 好 既然你真的要這樣的話 大家就要開戰 據說當時 你看那個 赤福公媽祖一頂轎子 還有另外六頂轎子 是五位王爺還有這個附罵 總共七頂轎子 後面還排一下龍師 總共十陣 這個陣全部排開 這麼大的陣仗 對 非常大的一個陣仗 是 然後下午5點開始 談判破裂 就開始進攻 進攻的時候 一開始先攻那個燒的旁邊 有三棵榮樹 據說榮樹那邊 都有鬼在那個地方 你知道他們當時 還背了七個油鍋 表示可能有七個鬼 在那個地方 所以他們抓到了鬼 就丟到油鍋裡頭去 就要油炸了 你知道他們有聽到 那個油鍋發出那種 滋滋的響聲 當然人是看不見的 然後先把榮樹這邊 三個收服掉之後 又說那個 汽車實騎工廠那邊還有 然後就繼續追過去 追過去 然後就繼續把滅鬼收服了 後來才跟鬼王大戰 你知道我講得很輕鬆 他們下午5點多開始 等到跟鬼王正式開戰的時候 已經晚上9點多了 這麼晚 一個搞了四個小時 然後結果一出來 那華德公家 他說對面是潔定國中 潔定國中這邊也不乾淨 裡頭也有東西 然後繼續進去收服 又是一陣打鬥 打鬥之後出來 終於收服出來之後 走到旁邊 你知道潔定國小 結果他們說潔定國小 那個國小校門口旁邊 有一些廢棄的民宅 這個媽祖一看 廢棄民宅也不乾淨 這裡頭也不乾淨 也有東西 所以媽祖也是帶頭 就這樣進去 就在裡頭跟他們進行搏鬥 然後到最後才把他收服掉 所以這個讓人家真的覺得說 非常匪夷所思 這個事情傳出來 因為一鬧 鬧到等於一直鬧到很晚 才整個完全結束 然後才離開 還在三個地方去收軌 所以當時轟動的地方 也有媒體報導這件事情 當地的校長說 其實當然 就是學生也都了解 因為當天很多人都看到了 就是5月18號那天很多人都看到 在那邊整個 所謂收腰伏摸的這一個過程 看到過程之後 其實學生反而心事很安定的 也不像外傳一樣說 什麼有學生嚇到昏倒 都沒有這樣的事情 反而是經過了這一場 做法事之後 不管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 至少讓當地的師生 都能夠安心上課 不會再擔心有這些其他 奇怪的東西在作祟 看完了高雄地區 我們再來看到嘉義東石這個地方 一般來說廟的通常是一個聚落 或者是村莊的聚集地 但你別小看這港口宮 港口宮的分林 可是有3萬多尊 嘉義縣東石鄉 笨港溪出口的港口宮 的確很奇怪 江船清朝年間 有一個叫林凱的人 他就用一個竹籃 帶著媽祖的分林的神尊 從大陸的福建的 梅宗媽祖廟 祖廟 坐著船渡海 對 渡海來台 登陸的地方就是今天 我剛剛講的港口宮的位置 登陸了之後 那時候他只是 沒有像現在這樣的一個景象 然後他就在這個登陸點 坐在一個柳樹下休息 休息完了之後 林凱想要把提籃 裡面的媽祖神像 拿到去找一個 能夠適合建廟 供奉的地方 沒想到拿不起來 好重 奇怪 從大陸拎過來都可以 過海都可以 他拿一個人也拿不起來 但為什麼上岸 反而拿不起來了 後來當下他就覺得 趕快拔杯問一下媽祖 果然請照了這個審譽御師就說 這個地方是很適合建廟 後來今天的港口宮的神像 神桌的那個地方 就是相傳當時柳樹下 提籃那個地方 沒有辦法提得動的那個地方 據說這是媽祖親自挑的這個 集屑 風水地理位置集下是鯉魚屑 而且後來用這個 現在的高科技去查 很奇妙 從天公爐 三觀爐 一直到媽祖的神像 可以連成一直線 這個叫做宗軸線 一直線一直往廟的後方 甚至往這樣子一直延伸 延伸是200多公里 可以到梅州的媽祖廟 就剛好這麼巧 好 其實在神廟的這個地方 還有一件怪事 大概在100多年前曾經發生 但附近早期不是農戶 就是養豬 養這些生畜的這樣一個養豬戶 不是務農 就是漁木的 結果沒想到當時 有一個種田的農戶 他發現說他們家的 養的這個地瓜葉 還有這個番薯田 遭到了不明人事的破壞 然後甚至拔掉了很多 他就覺得有小偷 早期100多年前他有監視器 但是他就想到守株待兔 我拿著那個鋤頭 在那邊等可以吧 後來有一天晚上被他發現了 因為暗默默的他也看不到 就當下拿著鋤頭 你這個小偷 你要偷我家的地瓜葉 要打下去的時候 他只是嚇對方 沒想到那個鋤頭的這個餅 掉了 掉了之後 那個是金屬的東西 那個就揮下去了 敲到了那個對方 然後就發出了一聲 欺利的慘叫 然後他也不知道是誰 他以為是人 當下沒想太多 後來定睛一看 是一頭死豬 肚子好大的一頭豬 把豬打死了 他也不知道是哪邊跑出來豬 想說沒辦法 第二天早上以後再處理再說 他就先回去了 等到第二天換這個養豬戶 他來找他的寶貝豬仔 奇怪 我家的那個懷孕的大母豬 跑去哪裡 因為早期那個圍籬都沒有很大 豬都很容易跑出去 後來他就循著那個 好像豬的腳印發現 原來在農戶的菜田裡面 他找到那隻豬了 被打死了 而且豬裡面肚子一剖開 竟然有12隻小豬仔 你看看怎麼辦 這下子他知道是那一個農戶的 這個種田的農戶幹的事情 他說沒關係 他就找了福阿仙 福阿仙就是早期 我們在講的畫符師 他找了福阿仙畫符了之後 然後當下也把母豬仔 先把小豬仔全部埋葬好 安頓好之後 把母豬仔也開始處理他的屍體了 然後把他的豬肉 製成鹹的豬肉 臘肉 然後把那個豬頭 他就泡在那種尿桶裡面 照福阿仙的指示 泡了七七四十九天 所以我把福阿仙畫的那個符 就貼在了母豬的頭上面 然後對著那個 因為那個農戶的菜田 離養豬不遠 就對著那個農戶的家裡面 把它埋下去 埋在土裡面 說也奇怪 沒有過幾個月 相傳那個農戶就一個一個 從農戶開始 就不知道怎麼回事 就往生走了 然後家裡面的人 也一個一個也生病就離世了 然後後來就是家道就開始中落了 村裡面的謠言就開始傳出來說 一定是他打死那個母豬 可是打死了母豬 那個詛咒就會那麼強 那麼厲害嗎 後來村裡面又傳出來一個傳說 傳說那個母豬 後來冤魂跑到了這個地府之後 跑去跟閻羅王告狀 說他一定要請那個黑令旗 黑令旗就是神明給這個 冤魂跑到陽間 可以去索命報仇的 這樣一個專屬的令旗 閻羅王特別給他一個黑令旗 回到這個陽間去索命 所以才造成這麼慘 不只是那個詛咒發酵 可是這下子 不是只有影響到那個農戶 整個村莊裡面 那個農戶種田的 那一年的莊稼收成都不好 怎麼辦 趕快跑去 整個村莊都被詛咒了 都受到影響了 趕快跑去找港口公 這個柳公 然後商討 然後再加上拜拜 跟媽祖拔杯請示 才發現事情大條 就是曾經發生這個事情怎麼辦 接下來港口公裡面 媽祖娘娘 據說神恩浩蕩 也覺得這下子不行 要阻止這個事情 然後馬上就是要求 這個豬娘娘跟他談 說這樣子好了 讓你在附近的這個 武聖官爺廟旁邊 建一個豬娘娘廟 然後你就受封為黑皮娘娘 然後接下來 你香火也開始鼎盛 然後這件事情 你是不是就不要再繼續 這樣做這樣一個下去 讓村民會人心惶惶 果然建了豬娘娘廟 這個黑皮娘娘 然後這個黑皮夫人 從算沒有在這個 讓港口村附近再發生 這樣一個惡化的狀況 從此香火就一直延續到現在 我們看到現在 大陸因為沒雨的關係 降雨的狀況來說 從長江一直到華南地區 都持續的在增加當中 但是看起來這個災到目前為止 好像沒有間歇的狀況 而且立剛 哈爾濱竟然7月下冰雹 當地的人覺得 怎麼會這麼誇張 暴雨就算了 還冰雹 你看那個冰雹下了 Key Park Key Cloud 滿大顆的 真的很大顆 他們說下了雞在那邊之後 看起來像一片雪地 你看有人這個畫面拍出去 你知道他人在哪嗎 他人躲在帳篷下面 醫美被砸到 你看都沒有人趕出來 對 還出示他們的傷口 說好痛 好啦 那哈爾濱有這樣的天災 暴雨加冰雹 而且還罕見7月冰雹 那四川者有人禍 你知道拍攝者 你有沒有看到 他手機都被震到掉了 他距離那個爆竹場 爆炸的距離 這個不是吧 這核彈爆炸吧 你看到迅壯雲 對 迅壯雲都出現了 可見的爆竹工廠 那個爆炸威力多大 拍攝者距離他一公里遠的家 窗戶被震稅 嚇到手機都掉下來了 好啦 現在他們講說 這個四川的這個爆竹場 它的衝擊波已經讓人到 幾公里之外的房屋窗戶都被震稅 這叫人禍 好 不止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洪災 洪災首推武漢 武漢的長江漢口段 你看這個雕像 你就知道水淹得有多快 2020的6月23號 這個雕像非常完整 可是一路從7月2號 7月3號 7月4號到7月7號 怎麼算雕像的頂 人咧 雕像 小孩也不見 都不見 你有沒有注意到水越淹越高 越來越把整個雕像 直接淹沒了 沒錯 立剛 我們去江西看一下 江西它夾在湖北湖南 跟這個 我們講上海之間 它也很慘 南昌是他們的首府 現在它的決堤竟然出現了30公尺的缺口 這麼大的缺口出現 那可淹沒的糧田不少 對 所有的河水全部倒灌 武警趕快去搶救 好啦 那要搶救的不是只有武警 山貓都出動了 推土機 你看看所有人 全部站在推土機前面的 那個產車的鏟子裡頭 為什麼 因為推土機的輪胎之高 剛好成為了在洪水中運輸的 最好的交通工具 但是江西有一座橋 它是從宋朝就到現在的 很不幸的這個超級古蹟 現在橋面被沖毀了 只剩橋墩還在 你知道那個維護橋的有關單位 現在直接趕快發布緊急通報說 拜託鄉親 你如果是有找到這個橋面的原木材 麻煩送還給我們 我會封你為彩虹之友的榮譽封號 以後來這邊參觀都不用錢 你就知道他們有多重視的古蹟 但我覺得要找回來 好像有點難了 對 立康 好 福建的五一山 茶葉赫赫有名 結果現在五一山市燕成這樣 茶葉全泡水了 五一山國家公園 很漂亮的觀光聖地 現在已經是水鄉澤國 那就算了 你知道 但那邊觀光聖地還有什麼 畫坊 詩情畫意 但你只會看到他5秒的詩情 接下來5秒的畫意 就在這5秒畫成了 全部灰飛煙滅 垮了 他被洪水衝到撞橋墩 好 猴子呢 猴子好可憐 這一幕我真的覺得大家看 你看猴子的表情 坐困洪水中 還好有這座橋的橋柱 可以給他躲命 可是你想想看 他要在這裡躲多久 他能躲多久 沒辦法 這洪水就是這麼樣的 肆虐於江西 因為在裡頭 已經形成一股巴士河了 恐怖吧 水這樣子灌進來 對 車還能開 是 日本的九州不是也有洪水嗎 是 之前我們講的 也是沒與封面影響 對 熊本是不是 結果現在有人在 北海道跟本州之間的 青津海峽拍到怪像 你看 哥吉拉 有 好幾隻 出現了 好幾隻哥吉拉 這麼多的哥吉拉雲 而且好像感覺 有人就嘲諷了說 是要出遊的哥吉拉 不過專家說 這就是巧合 不要想太多 可是我剛說 九州的大雲就不是巧合了 它已經從熊北一路往北 下到大芬了 你看這個 立剛你看一下這個 大芬河 河水要淹過橋面來 結果不是 立剛你被我騙了 它不是河 這裡是他們的天籁溫泉街 變成一條天籁溫泉河了 街變河 業者真的是快要哭死了 我告訴你 還有有人車開一開 他發現遇到了斷頭路 為什麼 因為前面剩瀑布 但是瀑布不是天然形成的 是因為路斷了 變成了水往下衝向瀑布一樣 不能過去 回家的路真是回家慢慢路 現在的大陸有許多的朋友 他們在關心什麼 關心那碗簾上面的名字 仔細看到碗簾 看著看著看到黃曉明三個字了 但Angela Baby怎麼沒有在上面 Angela Baby她的中文名字叫楊穎 今年31歲 最近她PO出了 她一個身體指數的這個數字 來 44.9是她的體重 你會發現 她的BMI值只有多少 16.8 我們都22了 脂肪率也只有16.9 一路看下來 骨量只有2公斤 也就是說她身體的年齡只有26 身材維持得這麼好 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 但是很奇怪的是 Angela Baby跟黃曉明的婚姻 為什麼再三的傳出來 是不是這五年的婚姻 已經破局了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剛立剛講的 因為最近在大陸 有一個電影圈的電影工作者 叫做余蘭老師 她在告別事實上 很多的藝人都會送婉簾 但是一般來說 夫妻婉簾上 是不是都是會一個婉簾 然後夫妻同樣 兩個名字在上面 為什麼在余蘭老師 告別事實的花欄上面 只有黃曉明這三個字 沒有Angela Baby 也沒有楊穎 這第一件事情 於是王穎穎就開始發揮 柯蘭的這個功能了 是不是你們兩個根本離婚了 好 這是第一個徵兆 第二個徵兆要說什麼呢 因為最近當黃曉明 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 當年黃曉明在婚禮上 可是哭得淚蝶蝶 她好愛好愛她老婆 她是寵妻達人 但是為什麼 最近媒體訪問她的時候 她卻說 這個時間久了 人是會變的 到最後你發現也只有親情了 在講什麼 這話她對媒體講 你們才結婚五年就變成這樣了 變成只有親情 沒有愛情 怎麼會是這樣 何況黃曉明跟Angela Baby 出席很多的公開活動 包括頒獎典禮 如果說這些頒獎嘉賓 要同住在一個飯店的話 兩個人竟然是住在不同的房間 甚至住在不同的酒店 於是很多人猜測 該不會兩個人離婚了吧 但講到兩個人離婚 先講一下2015年 這個世紀婚禮好嗎 2015年黃曉明要迎娶 她心目中的女神Angela Baby 她們的婚禮叫AH 世紀大婚 你剛剛知道嗎 她們的婚禮在哪裡舉行 你知道嗎 上海展覽中心 展覽中心規模很大 這幾天是車展美容大展 才在上海展覽中心 你知道黃曉明 當年就花了台幣2億 把Angela Baby給娶回家 光那個婚禮2億 她們選擇在那一年的527 去登記領證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愛妻 賓客選擇了527個賓客 這麼精挑 世紀 一定要算這個數字的 因為是我愛妻 還有你知道 為了要去婚禮 因為她沒有開放給一般的人 也沒有開放給媒體 你知道當時還有黃牛票 有人竟然在網路上 販賣貴賓的邀請牌 一張1.3萬人民幣 好貴 超級6萬塊 好 我們來講一下這個婚禮 蔡康勇 小S 李彬彬 她們的伴娘團就有李彬彬 就有好多好多藝人在裡面 然後她的伴郎有黃柏 有很多其他的這些藝人 黃思聰 這個婚禮 灌代雲集 光是走紅毯 要花兩個小時 金馬獎 還有金曲獎 甚至金鐘獎 還要盛大 所有的大牌都到婚禮上去了 而且最讓大家感動 當然每一次婚禮上 一定要聊一下新娘的訂制服 她這個婚禮的訂制服 也是很耀眼的 但重點是黃曉明還在這個婚禮上 哭的 淚連連 一直說她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女生 給娶進門了 沒想到才5年的婚姻 到底出了什麼事情不知道 但為什麼一直被唱衰 你知道Angela Baby很有意思 她15歲的時候 她就進入演藝圈當模特兒 之後其實2014年 各位記得嗎 奔跑吧 兄弟 她是裡面唯一的女生 美麗的女生 她在這個綜藝節目裡面 因為表現得很有意思 很有趣又長得很漂亮 所以2014年的奔跑吧 兄弟 也算是她的代表作之一 你知道從那個之後 2015年她跟黃曉明結婚 Angela Baby 她的片酬多少你知道嗎 多少 8000萬人民幣 這麼高 很嚇人吧 嚇人 她一拍一部古裝劇 要8000萬人民幣 核台幣是3.3億 青台幣 但為什麼那是2015年的價碼 今年2020 Angela Baby的片酬是 1000萬人民幣 等一下 差很多 核台幣多少 核台幣多少 只有4000萬對不對 沒有人找她拍戲 這怎麼會變這麼低 你知道Angela Baby 是我們所謂 大陸85後的四大花旦 妮妮 楊密 趙麗穎 都有很多的戲在拍 為什麼獨獨她降了片酬 從8000萬降到1000萬 都沒有人要理她 那是因為2017年 有一部電視劇 這個我看了兩遍 滿生氣的 覺得有被騙的感覺 妳看完還生氣 孤芳不自上 你們大家看了嗎 是不是也有被騙的感覺 那是因為 當時的楊瑩Angela Baby 各位 那個時間點 從2016年拍的時候 她已經懷孕了 她當時肚子裡懷著 黃曉明的孩子叫小海綿 因為懷孕了 她接下來這部戲的時候 男主角也是大家很喜歡的 鍾翰良 她說夏天拍戲好熱 她就說我懷孕了 我不能曬太陽 我不能出去曬太陽 所以外面的戲我都不能拍 在攝影棚裡面 不行 攝影棚有沒有味道 我也不喜歡 所以從頭到尾 她拿了將近3億台幣的片酬 她只有站在攝影棚的 綠幕前面動一動 就這樣 就拿了3億 然後各位會發現 在戶外飛來飛去的 全部是替身 也就是說那些飛上飛下 還有一些感情戲 有正面鏡頭的那些 都是楊穎 Angela Baby的替身 你會覺得這個戲 到最後是把楊穎 在綠幕前的畫面 Key到替身的臉上 於是你就發現仔細看 這個所有的鏡頭裡面 連楊穎的耳朵也歪了 頭髮也壞了 然後連這個男主角 鍾翰良也怪怪的 頭髮有一些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劈圖的時候沒劈好 可是這高難度 你能相信嗎 那是影像又不是圖 不是 重點是我身為Angela Baby的粉絲 你花了3億台幣 拿了這個票房走之後 你竟然從頭到尾 只是綠幕前面 就是這樣的話 觀眾看了也會生氣 好 沒錯 2017年罵到現在2020 所以她騙手 從8000萬人民幣降到 1000萬人民幣 沒有人找她 其實Angela Baby 你能怪誰 你怎麼劈圖劈這麼大 我們看著端午連續假期 這國道5號可是塞到爆 連續塞了36個小時 但現在這個時候 突然之間聽到了一個聲音 過路費要漲10倍 韓碧 你受得了嗎 這個聽起來很奇怪 怎麼會有這個一個建議 那就是因為端午連假的時候 破紀錄塞了36個小時 塞了36個小時之後 交通部署就委由 中華民國運輸協會 然後他們來找這些專家學者 來座談 然後研究出解決辦法 本來這是一件好事 然後找專家學者來研究 結果他們研究了之後 就提出了七大建議 但是有兩個東西 就滿有問題的 什麼問題 他說透過閘道封閉 就是把平林 石碧這些閘道 我把它封掉了 讓你根本上不來 我讓你車上不來 我的高速公路就可以通了 你確定這樣就可以通嗎 因為你想想看 為什麼大家會擠在那邊 是因為大家想要去目的地 到花東去玩 到宜蘭去玩 你現在把這些其他的分流 打到你把它關閉的話 大家會從哪裡上 大家還是要去那個地方 對 我從南港系統叫得到走 我從其他的地方 一樣可以上來 對 塞得更嚴重 所以你會造成其他那些地方 塞更嚴重而已 所以這會解決問題嗎 這個讓人家覺得疑惑 但這還有討論的空間 另外一個就更離奇 他們說什麼 我們可能是不是要考慮 第一個 單雙號車牌分流與預約措施 搭配差別費率 修法取消通行費率 不得預兩倍上限 至少提高到10倍 也就是我本來可能45塊 我變成450塊 就用這樣的方式來成考 我去一趟宜蘭 我要花這麼多的錢 是 然後20公里內 免費我也把它取消掉 這樣子我就讓你們這些人 怕了吧 不敢上來了 這樣你就完了 我們就一聽這是怎樣 第一個 宜蘭人就跳出來 你是怎樣懲罰我們宜蘭上班族 因為宜蘭很多是在台北上班 然後晚上回家 我們公司裡面 好幾個都這樣通行 其實很多人都這樣子 因為現在宜蘭台北很近 你現在這樣子的話 這些人每天上下班來回的話 他一天所有錢都給你 薪水都給你就繳過路費了 給你過路費就結束了 對不對 油錢那些 我還不知道找誰出來 對不對 這樣還得了嗎 然後再來 你一下子調高這麼樣的費率 你是在告訴我們什麼 窮人沒有出去玩的自由就是 意思是這樣子嗎 以後窮人就 假日就在家乖乖待著 能夠上國道的都是有錢的 是這樣的意思嗎 其實宜蘭這邊 包括宜蘭市長都講 你看到這種擁塞 你應該要怎麼做 要想辦法去讓怎麼樣更順暢 讓他不會塞 讓他有沒有什麼其他的解決 你是從整個流量的去改善 還是整個交通措施去把它更新 你不是用懲罰用路人的方式 不過林佳龍今天倒是在這個 臉書上面有發文寫說 他否認用這樣的方式進行 他否認用這樣的方式進行 是沒錯 高工局也說 目前沒有這樣規劃 因為這個要修法 因為這是有立法的問題 要修法 對 可是高工你這樣講的時候 林佳龍當時 第一時間怎麼回答了 他是說 這個只是方法之一 這句聽起來就讓我覺得 有點毛毛 只是方法之一 而且他說他會再去 跟專家學者研究 中秋節的時候 會來試行一些措施 老實講 過去林佳龍部長 一直告訴我們說 要屈其避凶 到時候會不會你真的來 我也不知道 這聽起來真的讓我有點毛毛的 拜託這種東西 非常有爭議的東西 你們是不是可以去告訴 這些專家學者 在沒有跟交通部達成 一定的共識之前 講這些東西不要隨便亂講好不好 這聽起來很恐怖 我們看到昨天晚上 國際新聞當中 首爾市的市長蒲元純 他失蹤了 在今天找到人了 人已經親身了 但你看這首爾市市長 其實是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首爾市市長蒲元純 他是南韓執政黨 共同民主黨的政治明星 因為大家普遍認為 他是繼文在寅之後 最有希望接南韓總統的 政治接班人 可是很遺憾的是他被發現 他就是在北岳山死掉了 結果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他昨天早上就說 他身體不舒服 取消掉所有行程 昨天下午的時候 他的女兒就跟警方報案說 他父親失聯很久了 後來警方搜索了7個小時之後 才在北岳山找到他的遺體 而且他的家裡面也留書一封 七十個字的整個遺書裡面 也就是感謝大家的 對他愛 一個首爾市的市長 相當於我們台北市市長 他是首都市長 他為什麼會這樣親身 就是因為他前天 才被他的前秘書爆料說什麼 爆料說他有性騷擾的事件 結果因為這樣子 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才發生這種狀況 我們不清楚 但是現在這個女秘書 他被肉搜 他被人家 就是網友一直在找這個人身分 結果我們擔心說 他會被二次傷害 但其實整個南韓的政壇裡面 像這樣的情況還是很多的 包括釜山的市長 釜山市長今年 才因為也是性騷擾事件 下台接受調查 2018年中青南道的支持 就是這樣東西 縣長他也是因為 適度性侵女秘書 結果還被判刑三年六個月 那是非常非常恐怖 包括還有包括他們的法官 就是檢察官界也犯這種情況 有個檢察官叫金志賢 他就爆料說他在一個犯局 全部都是檢察官 而且司法部的部長都在 他居然被他的長官檢察長 對他上下起手 他覺得非常痛苦 跟內部申訴之後 居然被吃案 吃案完就算了 他還被調職 調離就是限職 調到下放到地方去 他明明因為工作表現很好 還是被部長表揚了 結果說他因為工作表現不佳 調走 所以這種情況很嚴重 他其實在南韓 像這樣子的一種 就是職場的性騷擾 其實不只是有在這些政治界 最嚴重是什麼 演藝圈 演藝圈的狀況是非常嚴重 包括這個李恩咒 他在15年前過世 但是他當時是他極紅的時候 他有一部韓劇叫火鳥 創下30%的高收視率 他當時24歲 很年輕 可是才隔一年 他大紅大紫的時候 他就在他自己住家就親生 後來大家想說他為什麼會親生 一度傳說是因為拍戲 後來票房不好 然後就有憂鬱症 然後就親生 但是2018年的時候 才有知情者才爆料說 其實他長期是在公司高層的 潛規則底下過著非人般的生活 所以因為這樣子受不了 才親生致敬 白沙媽競槍進入了第六天的時間 在現在這個時候 他開始回軟逐漸的往北走了 不過在往北走的過程當中 當然有許許多多的信眾追隨著他 但追隨著追隨著 媽祖看到了一些人需要幫助 他馬上就會掉頭 把他的轎子往那需要幫助的人方向前進 媽祖慈悲為懷 無人生就苦 在回軟的這個路上 這幾天其實很多信眾都已經感應到 感應到什麼呢 在這個回軟的路上 突然大家都知道 這個粉紅超跑 是以急行軍的方式在前進 速度非常非常快 今年速度還比去年快了一天 但是信眾也發現 突然在這個路段上 這個粉紅超跑 他會突然停下來 停下來之前會先搖擺 然後就開始 感覺是有什麼事情了 停下來 然後一個轉彎 原來在這個路上有一個小妹妹 可能天氣太熱 不舒服 小妹妹有喊出來說 好痛 好痛喔 媽祖鑾叫就停在小妹妹身邊 大家有沒有發現 媽祖鑾叫其實在轉彎的時候 很快速 可是停在小妹妹身邊的時候 你可以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力量 而且看起來就很柔和 感覺是媽祖娘娘已經伸出手 在撫摸小妹妹的背 小妹妹的肚子 小妹妹的頭 可能她因為中暑 或者是太熱了不舒服 你就感覺到媽祖那種 溫柔的力量 現場所有的信眾 都見證了這一刻 很奇妙是2011年 我們都知道白沙豚媽祖 過去都是農曆大概3月左右會出發 2011年白沙豚媽特別下指示 農曆2月我們就要出發了 提前出發 為什麼 為什麼 2011年有什麼大事嗎 不知道為什麼要提前 但是媽祖說要提前 我們就提前 她決定哪一天我們就出去 好 在那一年 2011年的2月 農曆2月 他們就出發了 出發之後沿路到了彰化 就進了一個汽車廠 各位記得嗎 當年這個汽車廠還滿有名的 他們進到昆徽汽車廠的時候 媽祖就在那邊停了 大概兩三分鐘 信眾就發現 原來是這個汽車廠的老闆 在跟媽祖祈求 照理說按這個行程的方式 大概講完之後 這個媽祖的鑽叫 就會從這個汽車廠離開 所以襄登腳也就跟著 啪啪啪 就要離開這個汽車廠 他們以為 這出去之後 我們是不是就直奔彰化市了 可是很奇特的是 媽祖的粉紅操跑 走到門口 突然又回來了 掉頭了 通常鑽叫會回頭 應該是有什麼事情要告訴大家 但是不知道 因為照理說 這就是一個汽車維修廠 有什麼問題 就回來 突然進了這個汽車展示廠之後 又穿出去 進到了這個汽車廠的維修工廠 進去之後 停留在裡面 大概四分鐘到五分鐘 沒有任何指示 而且從過去我們的經驗 我們會以為說 是不是有人昏倒了 不舒服了 或有什麼特殊的民眾 要祈求一些平安 或家裡的問題對不對 對 所以媽祖才會繞過去 都沒有 都沒有 為什麼媽祖會進到 這個維修部門區 不知道 就在那邊停留 大概四分鐘到五分鐘 然後大家也覺得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2011年請注意 你只要打開手機 一華看即時新聞 天啊 2011年3月11號311 日本都是大地震 而且當時這個海嘯非常嚴重 就在媽祖鑾轎 停留在那個維修廠的時間 是幾點知道嗎 下午2點35分 你記得那個時間嗎 就是整個大海嘯發生的時間 這是第一件事情 原來媽祖希望提前出發 應該有它的原因 第二件事情 是因為台灣當時也被列入 跟日本一樣的海嘯了 一個重災區 有可能警示區 可是這個海嘯 對台灣並沒有造成傷害 於是很多信眾認為 一定是白沙屯媽祖的庇佑 讓我們躲過這次災難 講到另外一個蔡先生的故事 因為很多的信眾 他可能一家三代 都拜白沙屯媽祖 蔡先生他們家三代 從阿公開始就拜白沙屯媽了 他的爸爸得了口腔癌 去做了手術之後 其實狀況一直不好 於是他爸爸反覆的在發作 而且晚上完全睡不著 全家人陪著爸爸 住在醫院一個月 你知道病人睡不著 是有多痛苦 後來他們全家 包括他跟他的媽媽 就去白沙屯的拱天宮 去求媽祖 媽祖就給他了一個福令 給他放在爸爸的床旁邊 說也奇怪 也許是心理上比較安穩 爸爸那一段時間睡得特別好 後來爸爸健康出院了 蔡先生從此之後 所有事情他都要問白沙屯媽 當時他想要到越南去發展 於是他就問這個媽祖好不好 媽祖說OK 他到越南去之後 他就覺得白沙屯媽保佑他很多 他決定讓白沙屯媽到越南去 也就是分林到越南 他當時還替我們白沙屯媽 買了一張機票 就請了分林就到了越南 一開始就讓白沙屯媽 住在了鐵皮屋 後來他生意真的越做越好了 於是這次他建了一個很大的廟 是不是就要讓白沙屯媽的分林 能夠進到這個廟裡面 他說可神奇了 那天要進廟的時候 看到一隻活生生的青蛙 不知道哪跑來的 他不斷的停留在 媽祖神像的右邊的肩膀 咔咔咔咔咔的叫 怎麼趕都趕不走 你想把他揮一下 他都不走 什麼意思 不知道 那既然他不走 就連媽祖神像 還有右肩上的青蛙 一起就進了這個廟 說也奇怪 媽祖的神像一做好之後 青蛙不見了 青蛙就不見了 你說他跳到哪裡去嗎 有跳到天花板嗎 有看到嗎 沒有 沒有看到 好奇怪 所有人都看見了 這一些故事在信眾的心目中 都相信是媽祖的庇佑 媽祖包庇了所有的信眾 但是我們也注意到媽祖 他其實有時候看到一些危險 要出現的時候 台青他好像會先提醒 這些人要特別留意 是 有一個 就是我們的白沙媽祖的信徒 然後那一天他就是想說 他要到東部去 於是他就從南部開始 就是坐車 坐火車 坐到台北 坐到台北之後 他就想說 我要換車之前 我先吃個便當好了 可是他突然覺得 自己身體好像有一點不太舒服 又有一點恍神 沒想到 就在他恍神的時候 其實他的便當 早就已經掉到地上去了 可是他完全沒有感覺到 是旁邊的人跟他講說 小姐 不好意思 你的便當掉了 他就撿起來 然後就想說 那我繼續吃好了 結果他吃完以後 他就突然聽 在吃的過程當中 突然聽到 有一個聲音跟他講說 你不要上車 有這個聲音在他耳邊聊到 對 然後他就一驚 這聲音他的直覺 信念直覺說 這個聲音好像是白沙豚媽祖 在告訴我 叫我不要上車 可是他就想說 會不會我自己想太多 好 那便當吃完了 我就還是照著我的行程走好了 我還是一樣照常上那一趟 那個普悠馬號 我就上車坐著 我坐在第八個車廂 第八節車廂 他就想說 那這樣坐好了 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沒有想到 就在他整理行李的時候 他的那個香火袋突然掉下來 他的香火袋有兩個 一個是白沙豚媽祖的 一個是山青稻祖的 掉下來的那一個 是山青稻祖的護身符 就是平安符 就掉下去 他突然想到說 莫非山青稻祖也在提醒我 千萬不要坐這一輛車嗎 於是他就東西一拿 趕快衝下車 他就不坐了 他明明在車上他也不坐 他就下車了 他就下車了 他寧願就是那個火車票 就不要了 就下車了 他不要坐了 然後不要坐之後 到了他就覺得說 好 那我就是準備 還要南下回家好了 可是他在台北這邊 他就想說 那我再去做別的事情 然後等一下 沒有想到 就在下午4點多的時候 他突然看到一則消息 竟然是普悠馬號 他坐的那一台普悠馬號 在東部那邊 發生了翻車的意外 然後最嚴重的 其實是第三節到第八節 如果他就是沒想說 如果真的他現在人是在車上 他是坐在那個翻車的 那幾隻車 最嚴重的車廂裡面 對 然後他就一驚 他就覺得他嚇壞了 然後他馬上打電話給家裡 因為他還沒有到家 所以他就趕快打電話 給他的老公說 就是老公 我現在人沒有在火車上 我是平安的 是白沙豚媽祖救了我 所以你放心 我沒有在車上 到了他就馬上回家 讓家人比較安心 然後三天後 他馬上來答謝媽祖 然後也詢問媽祖說 是不是他救了他 媽祖也跟他回應 就是用拔杯的方式回應他說 對 就是 他就是他那時阻止他 讓他不要上車的 但媽祖他不只是在 這些危險上面的事情 會提醒一些信眾 可是媽祖有時候 好像也滿雞婆的 有些人的姻緣 好像還沒有結果的時候 他會雞婆的 要去促成這姻緣 是這樣子的 就是有一對情侶 他們已經愛情長跑多年 可是一直都沒有辦法 開花結果 原因是因為這個男生的媽媽 就是他一直很反對 反對他們兩個在一起 那怎麼辦 可是又捨不得分開 就只好一直拖著 有一年這個男生 就是已經跟著媽祖 淨香也兩年 兩三年了 然後他就覺得說 是不是就是今年 邀請他的女朋友 跟他一起去淨香 然後他也沒有把握 因為女孩子 可能就覺得走路很懶 然後他就問他女朋友 沒有想到 那女朋友竟然跟他說 好 那我們就去淨香吧 所以一起去淨香 對 一起去淨香 然後結果那是在端午節 端午節的時候他的媽媽 都有在一個宮廟裡面服務 然後媽媽就是要保肉掌 可是沒有想到突然 有一個師姐起膽了 然後就跟他講說 你不要多管閒事 年輕人的事情 由年輕人自己做主 你不要在那邊 就是那邊干擾 他們年輕人的事情這樣 然後他就說 而且這件事情 是由白沙屯媽祖做主的 你不要再管了 然後沒有想到 他就想說 拜白沙屯媽祖 只有他兒子 他回去就質問他兒子說 你是不是有跟白沙屯媽祖 許了什麼願或說了什麼話 他說沒有 我就乖乖的去走路 去淨香而已 我沒有許什麼願 然後沒有想到 這個男生他就突然想到說 會不會是他女朋友 然後他就問他女朋友說 你有沒有跟白沙屯媽祖說什麼 他就說有 我就覺得我們兩個人 長跑這麼多年都沒有結果 那我請媽祖做主 請白沙屯媽祖做主 賜給我們一個好的結果 好的姻緣這樣 然後他就真的 他就回去跟他媽媽講說 不是我不是我 是我女朋友 去求白沙屯媽祖的 後來媽媽就覺得說 好啦 既然就是 他自己祖室的神尊也講話了 然後也說 一定要交由白沙屯媽祖來做主 就由白沙屯媽祖來做主 來促成這件婚事好了 然後於是他們就開始 辦籌備婚禮這樣子 他們籌備婚禮的 這是一定要回禮 他們的伴手禮就是 白沙屯媽祖的一個結緣品 是 不過媽祖他不只在婚姻上面 許多的人有一些病痛之後 他們也會去找媽祖 而媽祖相較之下 他就會在無形的力量當中 去幫助這些生病的人 是有一個 就是他講到他大姐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他大姐是不信神 是非常鐵齒的 可是有一年他身體檢查的時候 發現他是子宮瘤病變 所以那時候就是 他就覺得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他的媽媽就告訴他說 好吧 你就死馬當活馬醫 你就去找白沙屯媽祖 然後請他來幫忙這樣子 他就是覺得好吧 那就只要抱著第十的決心 就開車從台中 開到就是我們的白沙屯 可是在還沒有到白沙屯 只是在一個秋茂名這個地方 就是白沙屯媽祖 都會在那裡換教 他突然覺得肚子非常的痛 痛到他臉色慘白一直發抖 然後他就想說 我真的是非常不舒服 可是他們想說 都已經來到附近了 還是到白沙屯 拱天宮去拜拜好了 就沒有想到 他一到拱天宮 那症狀都緩解了 都不會再痛了 然後他就覺得說 好像是這麼一回事 他就求媽祖幫忙 然後他的妹妹 也因為這個姐姐 就是有這個症狀 然後他就想說好吧 他就許願跟媽祖講說 我就是我去走路 然後請媽祖保佑她的大姐 也能夠平安順利這樣 沒有想到就是在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 回到白沙屯拱天宮 去求媽祖之後 他所有的指數 本來那個癌指數 是三四萬的數量 這滿高的 非常高 然後到他經過媽祖幾次的 就是一直到媽祖 去求媽祖之後 他的癌細胞就降到一萬多 甚至就是說大姐也覺得說 她的症狀有很緩解了 她也跟著媽祖去禁箱 在禁箱的過程中 她一樣要做療程 沒有想到慢慢慢慢的 她竟然就這樣子康復了 我們說到白沙媽 白沙媽每一年 要開始禁箱的時候 一定要沐浴更衣 可是媽祖要沐浴更衣的時候 你卻發現一件事情 媽祖腳上穿著鞋子 三年了 三年她都選同一雙鞋子 為什麼 那雙鞋子對媽祖來說 是有什麼樣的含義 媽祖其實是個很念舊的人 聽說白沙淳媽祖 他們要落盡禁箱之前 會有專門幫媽祖的神像 從神龕捧出來之後 會端了一盆麻糬水 然後幫媽祖沐浴洗淨之後 幫他換上新的後袍 後冠 還有弓鞋 弓箭那個弓 就是媽祖穿的鞋子 傳聞在當時 應該也是一兩百年前 剛開始的時候 幫媽祖找這個弓鞋 一開始還不是那麼好找 後來有一個從南部 嫁到了苗栗通宵的一個婦人 剛好他的妹妹是做鞋子的 所以他討到了這個通宵 去看姐姐的時候 那時候龔天公 然後就說他找人幫媽祖 做的這個弓鞋 剛好那個人會這個手藝 然後逢著逢著 就幫媽祖做好了 做了雙弓鞋 結果沒想到 就好像是從開始那個時候的傳統 每一年大概媽祖就會換一個新的鞋子 新的後袍 新的後冠 現在你看到就是媽祖鞋 就是弓鞋 現在看到很多的 包括這個北港天后宮 跟苗栗通宵的白沙屯 拱天宮 以及大甲鎮南宮 也都會有賣這個媽祖弓鞋 的媽祖鞋小紀念品 但是真正讓媽祖神像穿上去 一年大概換了一次 然後後來你知道嗎 當他隔年要換新的這個鞋子的時候 就乾脆再重新找一個會做的人 經過人家介紹 找到了一個台中大甲 住在台中大甲 那一代的一個姓張的一個婦人 找他做了 好像媽祖穿上去也不錯 然後結果第二年本來想說要換 你知道嗎 第二年換的時候 因為他們要換鞋子 要換後冠跟後袍的時候 都會拔杯 拔了一下 結果媽祖是笑杯 他不要 後來當下幫媽祖沐浴洗淨 然後換後袍後冠公鞋的阿嬤 通常都叫做客伯 客伯 客伯他就會問他 是不是媽祖 你不想要換新的鞋子 然後要繼續穿你古年穿的鞋子 穿著這個鞋子 再拔一下杯 媽祖怎麼說 先杯 他要穿舊的 他想說他要穿舊的 是真的嗎 是台中大甲姓張的那個婦人 他做的手藝特別好 媽祖很喜歡嗎 再確定 再拔一次杯 問問看 媽祖你真的不要換鞋子 還是要穿舊的 不要再換新鞋嗎 我們要繞進 進香囉 再拔一次杯 還是請杯 確定了媽祖 真的還是要繼續穿 所以第二年 就沒有再做新的鞋子 就繼續穿前一年的舊的公鞋 好 這樣的情情 過了一年之後 也繞進 也進香回來了 時間很快就到了第三年 你第三年 你已經穿了兩年的這個鞋子 以前幾乎很少這樣的 幾乎每年換一次 所以今年應該要換新的 今年要換 結果今年拔杯之後 請示媽祖 他還是不換 天啊 怎麼會這樣 還是要穿舊的 一定有什麼含義 後來媽祖要穿舊的 還是給他繼續穿 穿了第三年之後 真的想要說 這樣子好了 第三年過去了 本來要到第四年的時候 他們去簽寶阿波 會不會再發生那種奇怪 就請示媽祖 你如果真的喜歡台中大甲 姓張的婦人做的鞋子 我們就單純帶媽祖 然後去那邊找姓張的婦人家 然後請她專門 以後每年都由她幫你做心得 因為你特別欣賞她的手藝 結果後來去台中大甲 去找了那個人家打聽之下 才知道她三年前已經走了 她幫媽祖做完公鞋之後 就生病過世了 媽祖為了感念 她幫她做了這個鞋子 特別穿了她的鞋子 穿了三年 可是這個事情三年後 所有信眾跟廟方才知道 所以你不覺得說 這個冥冥中 就有一股這種神機這樣 看到台灣的媽祖 有些媽祖會繞境 大甲媽或者是白鯊媽 他們會有繞境 但是在嘉義鋪子 有個樸素媽祖 他是請不動的 他也沒有繞境 都定在那個地方 為什麼 嘉義鋪子有一尊樸素媽祖 他不只請不動 他還是一尊活媽祖 為什麼是活媽祖 因為這一尊媽祖 居然是刻在一個活樹上面 當時是什麼樣的情況 為什麼說媽祖神像 居然是刻在一個 千年的樸素的樹幹上 樹根還在 樹根還連到 後面的司祭蘭 還有相連在一起 因為當年其實在嘉義布袋 有一個商人經常往返 就是大陸跟台灣之間在做生意 他是非常虔誠的媽祖信徒 他每年都會回 魅州的媽祖的祖廟去參拜 就有一年他在參拜的時候 晚上在廟裡面 魅州媽祖的廟裡面睡覺的時候 就夢到媽祖托夢說 你年事已高 每年這樣奔波 其實真的很辛苦 這樣子你就是明天 就去挑一尊分林 帶回台灣來安復 你就可以不用這樣子 周車勞頓 每年不用再這樣子 過黑水溝了 他想說這樣子滿好的 媽祖指示就隔天 他就按照媽祖指示說 去找一個有一顆痣的 那顆就是要讓你帶回去的 結果看了看 就看中了一顆 這個媽祖上面怎麼有個痣 原來一看 原來是一個蒼蠅 停在媽祖神像的鼻頭上 他當然想說就是這個了 因為是黑黑的 看起來像科智 像科智 於是拔了三個信碑之後 就把這尊媽祖請回台灣 這回台灣的路上 經過了嘉義蒲子這個地方 他當然走累了 就停在一棵樸樹下 想要休息 休息完想要繼續趕路回布袋 結果發現這一尊媽祖 怎麼變成千金重 怎麼搬都搬不動 他說這樣媽祖 應該是有什麼指示 於是就拔杯問了一下 果然媽祖指示說 這個地方非常好 我要在這個地方建廟 而且這一棵樹跟我有緣 請你把這棵樹的 上半部的樹幹 把它塑成我媽祖的形象 當時媽祖就指示了 於是在那邊蓋了廟 蓋了廟之後 其實當地的祈禱 在這邊也說 這個地方廟蓋起來之後 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因為這個地方 其實長年瀑子溪都會氾濫 這個地方剛好是河道 都會被淹到水 那廟不就泡水了 對 這樣廟會泡水 結果他們跟媽祖請示之後 媽祖居然指什麼 安 沒問題 真的嗎 在河道上 對 就蓋起來了 真的很奇怪 就是當這個廟蓋好之後 瀑子溪就像河床改道 這個地方再也沒有 水就不流過這裡了 這裡就躲開了水患 這個是他當時非常有名的故事 其實這個沛天公的樸書媽 也真的是非常靈驗 為什麼 他有一個分靈的廟 是大器天人公 公主姓鄭 他說他跟樸書媽 姻緣是有一年了 他要南下辦事到嘉義 結果他因為路不守 導航就是亂指之後 開到了這個地方 從來沒來過 結果他有聽到一個 隱隱約聽到一個聲音說 下來 你要來拜拜 於是他看到沛天公 就下來進去拜一下 結果一進去拜拜的時候 他突然就會有那種感應 然後就問了一下媽祖的意思 媽祖就跟他指示說 你其實你太太的家裡面 熬陶醋 就是娘家 應該有人身體很不好 然後他想說 對 我的太太的弟弟就他七舊 其實得了肺腺癌 醫生說這個肺腺癌的騎乘 跑得很快 他想說這個部分 不管該怎麼辦 媽祖說你帶你太太過來 你帶你太太來 如果說能夠跟媽祖 求到三個聖杯 他至少還可以再多三年 如果五個聖杯的話 可以讓他多五年 當時一聽到之後 回去趕快把太太 就帶到沛天公來拜拜 拜拜之後 真的就拔三個聖杯 有了 再說再拔兩個聖杯 五個聖杯 於是他就好像很開心 而且媽祖還只是說 去找一尊 就是媽祖讓他帶回去大溪供奉 結果他太太挑一挑 又挑到一尊 剛好有一個蒼蠅停在鼻頭上 而且因為他有個字那種感覺 他想應該就這一尊了 於是就把這一尊又帶回去了 就是大溪 結果也非常的巧合 就是他的太太弟弟 果然就是在那媽祖 請回去之後五年後才過世 他說這真是一個巧合 還神蹟 我們這說不出 但是大家聽到 也是覺得非常的殊勝 其實佩天公的媽祖 他在當地真的滿有威望的 尤其是在日本時代的時候 當時蒜頭糖廠當時剛蓋好 然後那邊的機器運作 就是非常的不順利 常常有公安事件 不是人員傷亡 就是整機器突然莫名就要壞掉 怪 剛完成 怎麼會出這麼多事 所以當時就是台籍的糖廠員工 是非常的擔心 人心惶惶認為說 那邊有妖魔在作怪 於是就拜託日習主管 你一定要去佩天公 拜媽祖 請媽祖幫忙 於是日習主管在央求下 就半信半疑的就到佩天公 拜完媽祖 講完狀況之後 媽祖就說他那邊有問題要查 於是就派出了他們的三媽 戴著千里眼跟順風兒 就到了糖廠那邊 就到那邊之後道長 就整個看完情況 跟媽祖情事完之後 就說這裡有黑狗精在作怪 還只是說到糖廠附近 一個池塘邊開始挖 就真的挖到了一隻黑狗的遺體 而且黑狗埋了之後 居然遺體沒有腐化 遺體沒腐化 因為他說黑狗修煉曾經 非常不容易 本來三媽有意識收他 讓他跟著身邊隨行修行 但是這黑狗就不聽 而且還咬了三媽的手指頭 後來三媽沒辦法 只要只是用油鍋 把黑狗的遺骨把它炸了 炸了之後 化解掉之後 就解決了整個糖廠的問題 後來糖廠運作就非常順利之後 當時的日籍主管 為了感謝媽祖 還就是做了一個大大的一個 就是日式的香爐還有燭台 而且還在這個蒜頭糖廠那邊 蓋了一個廟 然後就是分離分過來這邊供奉 這是當時三媽收服黑狗精 很有名的一個故事在蒜頭地區 是大家一直称重到現在 其實佩天公 他一個很好玩的一個習俗 到現在都還有 就是每年 從清朝開始 就是每年過年的時候 他都會有玉刺燈花活動 大家過年的時候 到那邊去賞花 看燈 然後如果你是想要求子的話 去跟媽祖拔杯 拔杯如果聖杯的話 你就到花園那邊 摘一朵花帶回家 放在床頭 這樣子你就求之有望 而且每年他會舉辦什麼 寶貝回娘家 每年這種寶貝回娘家 都上千人參加 所以表示說 他真的是一個 非常靈驗的多子多孫 但是其實廟方也表示說 也有女性的朋友到那邊去求 怎麼樣每年求 都求不到 後來才一查之後才發現 原來來求的那個女子 她是人家呼應的第三者 想要說有個小孩之後 是不是能夠扶正 媽祖不同意 所以怎麼樣都求不到杯 我們看到在嘉義鋪子 這個樸樹媽 她的整個建廟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很神奇的事情 可是我們說到 台南一定要講到 南昆森的戴天府 戴天府在建廟過程當中 也有一些神奇的事情 立港 你知道這個南昆森戴天府 當初會選在昆森山這邊 這個地點是誰選的 我告訴你 就是那個性狠充的吳三王 我們曉得李慈 吳朱飯 五個王爺對不對 吳三王當時他就親自駕著大教 就是我們講的四年神教 就開始去找路 找 這個地方好 就選了南昆森山這邊 好 他選了之後 但是建廟需要錢 你需要山木 你需要石頭 磚瓦 怎麼辦 結果吳三王的大兄 李大王竟然幻化成人形 變成一個阿伯 然後他就獨自就跑到了福建的 包括福州 泉州 漳州 去福州找山木 去泉州找石材 去漳州找磚瓦 所以千里迢迢還到大陸去渡海 去找石材來建廟 問題是沒錢 沒關係 李大王就這樣 他就直接把那些金子 就變成了白銀 當然這都是民間的傳說 後來船就浩浩蕩蕩的 把這些材料都運回來了 運回來之後 這個廟就開始蓋了 其實當時只是一間小廟而已 蓋在什麼時候 觀眾朋友 康熙年間 他當時是成為了一個 開台的守廟 所以他又稱之為叫開山廟 然後這武府王爺 又被就是我們講的開山王爺 好 你現在知道他的來頭了 但是這船來了 那你是去神尊誰來叼 要用什麼叼 我告訴你 這五個王爺很厲害 其中李大王就指示 木頭就用隨船再來的神木 隨船還有再來神木 就去找 真的有神木 真的有帶來 有 而且這神木還都刻好了 我剛不是說李十五出範 還有一個中軍六段 都把他們想好了 但誰刻 沒人 就要有師父刻才行 對 結果正當找不到師父的時候 突然一個很有名的師父 是在福建的 他叫做媽福師 他自己跑來說 我來叼 因為王爺託夢給我 叫我來叼 來台灣了 他就來叼了 所以你現在去南昆森戴天府裡面 看到正殿供奉了那五尊 這個我們講的 這開機的神尊 就是那時候一直放到現在 好 不過這個廟曾經 也歷經過我們講的河 後面有一條溪叫集水溪 你說河道也改道過 你怎麼知道 就是集水溪 當時因為它有時候會氾濫成災 它在廟的後方 它不斷的沖刷 結果後來建興成一支支流 就在廟的後面 這個支流後來就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越來越靠近廟 這樣子對廟會有危機 我告訴你 那時候進到這個支流 已經距離廟止 大概剩十幾步之窯了 怎麼辦 怎麼辦 難道我們又要找地方了嗎 又要重建嗎 沒有 這個時候突然 王爺降價 而且這次是五王齊發 五個王爺一起降價 據他們說 那時候姬童不能只有一個 一次都要找來五 六個 七個這樣子 就五王齊降姬童 指是什麼 只是沒有關係 有辦法做一件事情就好了 什麼事 叫做七星離頭羅 什麼東西 七星離頭羅 我們前幾天不是有講到 七星離頭火這個鎮對不對 他這次是七星離頭羅 沒關係 姬童 伏姬 他會幫你解釋一切 他就開始講了 他說這個要畫符 就拿了毛筆叫 就畫了七張符 叫做離頭符 接下來才有命廟裡的人 去買七個鋤頭 離頭 所以要有鋤頭 對 然後七個當姬 隨我來 然後就五王 四年轎扛著五王 七個鋤頭 那正式有多大 就去祭西了 到那邊 我剛不是說七星離頭羅嗎 還要買兩面銅鑼 好 一到那邊 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沒關係 七個鋤頭 那陣仗有多大 全部就把我們說的離頭符 就往溪裡面丟 就是那個支流 往那邊丟了之後 再把兩面鑼 把蓋上去 當場瞬間 他們說那個支流 曾經沖刷掉的那些土地 竟然馬上就冒出來了 冒出來之後他們心想 這個廟就可以不用牽了 太棒了 因為土地已經 慢慢的冒出來了對不對 還不止 五王非常具有科學的頭腦 又馬上跟現場的戏圖講 你們還要在這裡蓋堤房 用堤房護住廟 這個堤房現在去叫做五王堤 好 聽完了這些由來 但你們去廟裡面 有沒有看到這個廟上面 這個對聯 這對聯 他當初是清朝的一個 非常大的書法家 給他寫上去的 馬上講這個故事 話說當初五王啟發 不是只有這一次 有一次五王決定去嘉義 現在的嘉義一帶 待天巡守 奉禦子 待天巡守 結果就走到嘉義那一帶的時候 縣令剛好車隊迎面而來 就兩邊互不相讓 就那憲太爺就直接講 叫他們讓路 結果當場也沒有人該知道 誰敢惹憲太爺 因為憲太爺是當地地方官 也沒人該知道怎麼辦 突然有一個不識字的老農夫 就走來 就走到他們兩個車隊這邊 走到前面 扛著一個鋤頭 突然他就起雞了 起雞了 他目不識丁 但他起雞之後他突然講 我乃李大王 我奉禦子待天巡守 你一個欺品小官 你知道我在世的時候 是上書 未及仁臣 我現在來民間巡視 你竟然不讓路 不然這樣好了 我來出一道對聯 我要是講了上面 你能對出下面 我讓路 如果你對不出來 你志士甚高還對不出來 你讓路 好了 結果就出了 當時的原文是這樣 老農就講 戴天府 立陰陽 但願善謙惡改 一道修徵消未結 那憲太爺的官是買來的 他一聽到老農這樣講 他根本啞口無言 根本不知道怎麼對 老農也不用等他對了 老農又把鋤頭 再放在肩膀上 又講了一下 看 多有學問 尋守間分黑白 分印至縣前哨 擺辦貢妹免災殃 後來經由清朝的舉人 把他重新組合排列 重新潤世 再由大書法家寫在上面 大概的意思就是說 他替天行道 立陰陽 希望大家能夠做善事 能夠靠修道 靠真理 來消災解惡 尋守間是黑白分明的 並不是因為你們 對我們做香火的供奉 我們才這麼做 也諷刺了那位憲太爺 怎麼可以在做這個 地方官的時候 志勢如此高 我們看到廟宇 許多人千層進去拜 當然希望神明能夠包庇 不過在彰化八卦山那邊 有一個百姓宮 據傳說之前的香爐裡面 被人家給動了手腳 到底是怎麼動了手腳 因為民眾相傳是香爐 被下了詛咒 是因為廟宫有一天 他要播廟裡面的香灰 播著 覺得手刺刺的 結果打開他的手流血了 香灰裡面怎麼會 讓他手流血 於是他再播 就發現在這個香爐裡面 有人偷偷藏了 一張小朋友的照片 這個小朋友的照片可怕極了 因為上面有七根大頭釘 釘在七孔 這個廟宫當然很緊張 就問這是誰家的小朋友 一問不得了 這小朋友早就死了 這個詛咒這麼厲害 怎麼會這樣 這是一個小小的廟 這只是祭祀百姓宮的小廟 為什麼他的詛咒會這麼厲害 那是因為八卦山是非常有名的 他是一個龍脈 是風水寶地 如果你在這裡做法的話 那個黑暗的力量會非常強 到底是誰幹了這件事情 原來是一個叫做楊貴森的人 楊貴森是在清朝 嘉姓皇帝的時候 到彰化去做支線 他幹嘛去那裡 不是要清正愛民 是因為當時 林爽文事件的時候 嘉姓皇帝聽說 台灣要出天子了 各位知道嗎 中國幾千年以來 只要出天子 那你住的地方就是風水寶地 你一定有龍脈 於是楊貴森他的主要任務 就是到台灣去破壞人脈 破龍脈是他主要的任務 於是他就找到了彰化八卦山 就在這個地方要蓋一座廟 幹嘛 就是壓制這裡的龍穴 怎麼蓋這個廟 第一 他建了一個陰廟 蓋廟的時候 就用黑狗血 以及女生的月經血 這兩種血集音 加上在蓋廟的時候要念咒語 分這個經線 之後就把龍穴蓋成陰廟 從此龍抬不了頭了 但是大家也知道 風水寶地很多是不是 所以楊貴森其實做了 很多很多這樣的事情 除了八卦山的龍脈 被他破了之外 來 在這個虎尾的地方 有一個武王廟 楊貴森經過的時候 就知道這個地方有靈氣 這地方也是風水寶地 所以他也要破壞 來了 他幹一件事情就好了 為什麼 靈氣就怕這個氣外泄 他就在這廟的前面 挖一個溝就卸地氣 你知道卸了地氣之後 有多可怕嗎 從此之後 這個武王廟沒有人去 一個人都沒有 好可怕 這個氣一卸 居然沒有人去了 這可厲害了 接下來他又經過了 另外一個地方 這是草屯的虎山 叫做荷阿山 這叫虎山 楊貴森經過的時候 發現這個虎山 是有虎神的 而且厲害的是 他有公的虎神 也有母的虎神 那公的家母的加在一起 這個虎神 忽佑這個山會綿延不絕 會生小虎神 這樣你瞭解嗎 當地還有三個土匪 有一次楊貴森經過的時候 這個土匪還去攔了他的轎子 楊貴森超生氣 就發現這個土匪 其實沒什麼能耐 完全就是這個虎神 在後面撐腰 而且聽說這個山腳下 有個簡性人家 將來會出天子 那還得了 我先要破壞你 怎麼破壞我剛剛講了 虎有功的跟母的 接下來會生小虎對不對 對 早期的說法是這樣 楊貴森一把劍 很像後裔對不對 直接就射中了 弓神的下半身 讓你絕子絕孫 還要生小虎 這也是鄉野奇攤 你聽聽就好 但是從此之後 這個虎山好像就沒有什麼用了 這個龍蟹就沒有靈氣了 接下來他到清水岩寺的時候 也一樣的狀況 這個清水岩寺的觀世音菩薩 非常的零 楊貴森過去的時候 因為這裡有個說法是 文官要下教 武官要下馬 楊貴森說 憑什麼我要下教 各位 我可是皇帝派來的支線 我為什麼要下教 他話才講完 他從轎子上疊下來 大話一講完就疊了 誰叫你 觀世音菩薩處罰你了 他的轎子斷了 轎子兩根橫桿就斷了 所以 就這麼巧 只有清水岩這個地方 清水岩寺沒有被破壞 甚至於楊貴森還立了兩個對聯 表示對觀世音菩薩的崇敬 但說到他要破壞這些龍蟹 走著走著 大家都知道彰化王宮 這個地方有個浮海宮對不對 如果你現在去 他的門口有兩根旗桿 就表示這是什麼 這是官廟 你知道他有多悲慘的歷史嗎 楊貴森當時就走到浮海宮的時候 當時他其實是個小廟 是梅州媽祖的分靈到這裡 是一個媽祖廟 小小小小的 可是你知道 楊貴森看得出來 這小廟不得了 這將來可厲害了 因為他是一個龍蝦穴 他為了要破壞浮海宮的龍蝦穴 你知道他幹嘛嗎 他台面上意思說 這個浮海宮不錯 我們將來就幫他建立 建成一個官廟 你知道從小廟要建成官廟 是不是要重新去瞧他的位置 楊貴森非常聰明 其實如果要蓋廟 要在原來的位置往前兩尺 可是他蓋的時候是往後兩尺 你知道往前跟往後差多少嗎 那就差很多了 來 往前移兩尺 萬人拱 意思就是說 這個廟會香火鼎盛 這裡有沒有 但是你往後移兩尺會怎樣 會怎麼樣 萬人拱 那就不要會死了 可是楊貴森真的很可惡 當時建了這個官廟 所以就往後移兩尺 往後移兩尺之後 從此這個浮海宮 人都沒有 還說香火鼎盛 啥都沒有 然後後面一堆莽埔 不就是萬人拱嗎 可是你知道很妙的事 是在民國47年 這個媽祖的神像下方 發現了一張紙條 這紙條上面就寫了 我剛剛說的這兩段話 誰寫的呢 這又有一個故事 楊貴森當時 不是幫清朝皇帝 都幹了這些事情了嗎 把龍穴都破壞了 他是不是大功一見了 皇帝最後把他發配到雲南 去教書了 什麼 為什麼反而發配邊加了 你知道太多事情了 楊貴森就覺得 我替主持做了那麼多事情 結果我的下場是這樣 於是他在雲南教書的當中 他曾經利用一次休假的時間 回到了龍蝦穴的浮海宮 於是良心發現了 他覺得他一直這樣壓住浮海宮 也不是辦法 所以他偷偷寫了一張紙條 壓在了馬祖的神像下面 希望後人發現之後 能夠處理一下這個事情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楊貴森算有點良心 我們剛剛講的 要蓋住龍蝦穴對不對 來看一下這個Google的地圖 他在蓋住的時候 照理說龍蝦是怎樣 是整個啪啪走 我就把你整個蓋住 他沒有 他把龍蝦兩個氣孔留下來了 留下來了 他讓他可以呼吸 所以在王宮這個地方 那浮海宮很有意思 他旁邊都是鹹的海水 只有浮海宮有一口井 非常的甜 而且各位你知道 彰化的虱目魚 可是非常好吃的 非常肥美的 為什麼 就是因為這個龍蝦穴 所以有的時候壞事做盡 我們剛講楊貴森 後來完全沒有子孫了 絕子絕孫不就是你嗎 當然剛剛說了 風水跟地理信者橫信 但是這些鄉野其他人 聽起來也是滿妙的 沒想到在台灣的歷史當中 有這麼多的一些故事 存在於其中 但是我們說到台灣 你可以注意 開張聖王廟 其實在各地都有 但宜蘭的話 開張聖王廟 影響力還滿大的 不過講到宜蘭 我們還要再講到基隆 因為基隆有一座廟宇 神明如果沒進去的話 那鬼可能就進到那廟裡 變鬼廟了 立江 開張聖王又稱開張武王 生前是唐朝的將軍 治理漳州一帶 所以是漳州的守護神 現在大家知道他由來了 但是在台灣的民間信仰 他也佔有一席之地 尤其宜蘭一帶 但是宜蘭的壯圍 曾經有一個祖寺 開張聖王的廟 年久師兄 所以他們後來決定 令則新帝 蓋新廟 但是找不到地 很神奇 開張聖王竟然彷彿 冥冥中自有助力 所以有一個地主就跑來 就說我願意建價 把我的地賣給你們 看這樣子這個起頭很順 是啊 不順 沒想到這塊地 當他們決定開始要開始 打地基要蓋廟的時候 怪事連連 一下說什麼貪方 接下來地下水很邪門 怎麼抽都抽不乾 陰水防防 彷彿會一直不斷的冒出 不知道從那來還沒 混淋浴半土的車子也會翻車 後來他們覺得不對 就找了一個有特殊體質的師姐 師姐幫我們來看一下 這塊地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看了以後怎麼樣 師姐一來 馬上說這哪是什麼地 這是一處冰營 結果他們是廟方的人說 冰營沒有 這錢我們買來的 什麼冰營 不是軍方用地 我說的冰營 是明朝的冰營 明朝 對 這麼久遠 他說這邊的主侍者 剛剛告訴我 他是明朝的將軍 叫洪俊龍 洪將軍 他跟他的士兵都是台灣人 明朝讓他們派駐在這裡 鎮守後來他們全軍覆沒 可是他們的陰魂 還留在這個地方 喜歡這 不想走 他們一直在等待著後人 能夠來這邊 有一天能夠為他們的建廟 享受人類的香果 沒想到洪將軍說 你開張武王跑來跟我搶地 這什麼概念 這就是大名鼎鼎的開張武王 現在遇到鬼部隊 要跟他爭地就對了 好啦 怎麼辦 結果兩方直接說要談判 撰圍的民眾回憶 談判當天是在11月 結果沒想到竟然談判 當時吹起怪風 下起大雨 父親的民眾那時候都覺得好恐怖 會不會談出什麼怪事來 誰 那結果呢 好事 洪將軍說談完了 我願意歸於我們開張武王的麾下 這個條件 就是你心妙蓋好之後 要留一小塊地方 也要供奉我和我的士兵們 那我一定也會竭盡心力 來庇佑你們壯為的居民 有沒有做到 真有 他們說曾經有一位80歲的阿公 他發燒進入了加護病房 眼看就已經是病危了 沒想到據他們的家屬說 說阿公就在彌留之際看到了 我剛剛所說的那位洪將軍 走到他的病房在病床旁邊 來回走三趟 什麼事也沒做 但突然走到他胸口 給他砰 打下去就走了 這麼一打 那個老人家怎麼樣 加劇他的病情嗎 沒有 這麼一打 老先生談吐出來 隔天燒退了 三天後出院 人好了 是 好 但是廟都是光明正大對不對 可是基隆 剛剛你說的基隆這個 在1925年就曾經蓋過的這間廟 後來到了1973年 他因為被人檢舉是違章 所以就停工了 換句話說這個廟歷史悠久 可是1973年就建到那兒 就不見了 好 結果他們說這間廟 後來竟然變成了 超自然力量盤踞的廟 好 話說 這個廟曾經在2017年莫名其妙 至今找不到原因 火燒廟 火燒廟 你看那個資料畫面 裡面沒水沒電 怎麼會燒得起來 應該說沒水沒電還沒人 對 什麼力量 不知道 好 OK 然後就有老一輩的人說 你們知道嗎 這個廟當初在興建的時候 就是1973年的時候 你知道不是只是單純 違建而停建 是怪事連連 說那個廟柱突然還往生 然後那時也有請了很多神尊進來 就請了一半 廟就不蓋 廟就不蓋 這些神尊就被棄置在外面 你知道嗎 具有進去探險過的人說 那神尊看起來超詭異 超毛的 哪裡毛的 我告訴你 他說有的看像菩薩不像菩薩 看像觀音不像觀音 你說他們的像改變了 是 然後那個神尊都有微笑 一抹微笑 這個學校讓你會覺得很詭異 都是詭異的微笑 好 結果有一群大學生就不信邪 他們要去探險 好 大膽大學生就去了 去了之後 他們看到裡頭有一個鐘 他們就很好奇 想要敲這個鐘 後來旁邊的學生 同學就講 我們還是趕快走就好了 有來過就好了 一行人全部離開了廟 我再講一次是離開了廟 才踏卡出廟門 那個鐘就 聲音雖然沒有很洪亮 但大學生彷彿被舞雷轟頂 全部卡馬走不動了 因為沒人在裡頭 鐘怎麼會響 這廟裡頭竟然還有很多骨灰潭 是誰來放 廟怎麼會有骨灰潭 放進去了 怎麼會這樣 好了 又有一位探險家 自稱自己很厲害 而且還帶了特殊的 感應靈體的儀器 走進去 你看到骨灰潭 他就偏偏走這間 放骨灰潭的地方 如果這個儀器是綠燈 代表這邊的靈體是屬於OK的 如果是紅燈 代表這邊的靈體是邪惡的 結果了 進這個骨灰潭房間 那個指針是直接用 破表式的標到紅線去 紅線 而且一直快速的閃動 對 好 後來就有命理師就說 我告訴你 這個廟裡頭放了這些神尊 他們當時都還沒被開光 可是現在放在這被棄制 很可能就會有邪惡的靈體入侵 這也就是為什麼很多的廟 當他們的神尊 還沒被開光之前 會先蓋上紅布 就是會怕邪惡的靈體入侵 這個超自然的奇怪廟在基隆 被很多人列為大膽探險的地方 人生當中最高的境界是什麼 人家常說這無聲聖有聲 有些東西看不見 你反而更厲害 你看 現在靠空氣也可以練車 以後不用叫練車都辦得到 你看等一下畫面上 就是這樣子一個女生 她在練什麼 倒車入褲 你看她把雙手舉在胸前 然後手這樣子微微的往後退 然後突然猛打方向盤 然後你再看一下她的這個方向 突然真的是巴骨 真的是有點感覺上 你再把整個車子 掏在她頭上想像一下 然後回正 回正之後慢慢的倒退 倒退慢慢的嚕一下 你看她的腳 仔細看 她在猛踩一下地 你以為她在墮地嗎 不是 她這是象徵踩煞車 不是踩油門 這樣會衝出去 但是你看一下她的這個動作 立剛我也來示範一下 如果可以這樣子用空氣來練車 我就這樣子又打兩圈 然後往後看 慢慢的轉 然後回正 然後回正 我再踩一下煞車 厲害 倒車入褲成功 我這樣考駕照OK了吧 可以 OK 不太行吧 你看後來很多教練 看到我這種畫面這種動作 用空氣也能練 開車 因為我們人的視覺我站著 跟我坐在車子裡面 感覺完全不一樣 平視是完全不一樣 你要感受兩邊的右左右後照鏡 然後還有這個後視鏡 那種感覺會不太一樣 不過如果真的用空氣 也可以做任何事情的話 不只是拿這個來練車 現在在芬蘭 還有舉辦這種空氣彈吉他大賽 這要強調的是什麼 彈吉他要有真的吉他 才知道你彈的旋律對不對 可是你看到台上的選手 不管是音樂的旋律 或者是節奏 所有他們花招擺出 扭腰擺臀的 用這樣子踢腳 然後踢腿 然後還有甚至把頭髮這樣子甩 你竟然有那種搖滾的節奏 好像真的手上拿了個貝斯一樣 好像真的拿著貝斯在甩在彈 不管你會不會這個樂器 會不會懂這個音樂 沒關係 你就做個樣子 像我一樣這樣子扭扭扭 這樣子甩頭 別跌倒了 甩到我都昏頭轉向了 這樣子都沒關係 你要有那個節奏感 所以在場的老師和評審在台下 都會請樂手真的來看 然後結果考下來 他會有一個空氣感 這樣怎麼評分 空氣感 真的 還有那個音樂感 模擬那個真實度 本來有一個日本選手 連續兩年都奪冠 今年被一個美國的選手 把他打敗了 所以空氣不只是能彈吉他 我們馮甲大學的博士生 黃新增 還研發空氣可以打鼓 空氣鼓 打得出來嗎 當然 他是利用一個 三公分大小的一個程式 加上他有12組的參數 然後他就模擬了那個鼓手 敲擊鼓點的他的一個位置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那個位置看起來 好像正在打鼓一半 對 然後你還可以戴著耳機 都不會吵到別人 你把那個小小的道具 那個APP 然後連上了 裝上了那個 墮在手指頭上 所以他耳機裡面 還真的聽得到鼓聲 你也可以打得到這樣鼓聲 這麼厲害 而且這個只要3000塊 不像如果你要去初學鼓 入門的話要花1 2萬塊 那可貴的 而且會吵到鄰居 所以用這種空氣學打鼓 似乎他是利用我們當初衛星偵測 還有這個我們行車的衛星 這樣的一個顯示 GPS定位 對 然後他把它這個發明出來 用這樣的一個IST感測器 沒想到用空氣來 真的可以練打鼓 我們看到平常大家如果聚餐的時候 你突然之間發現到 你旁邊的朋友 頭髮都開始全部豎起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你可要特別小心了 是 李剛這是在大陸四川 發生一個事情 有人他們就是在這種戶外的地方 就吃飯 結果吃飯你看他頭髮突然這樣子 整個往上伸 你看他這樣飆起來了 為什麼這樣縮起來 他們還覺得很可愛 但是我告訴你 其實有專家看了之後很憂心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他這表示空氣中 有大量的電荷在 你如果不趕快離開那個地方 運氣不好 可能就會被雷打到 所以你說這個頭髮立起來的時候 表示附近可能會有放電的狀況 對 那個放電狀況很嚴重 實際上1975年 就發生過這個事情 你看這一對兄弟也是這樣 他們很高興在紅山公園 還拍這個照片 頭髮也這樣縮起來對不對 結果沒過多久 他馬上兩兄弟同時被雷打到 這麼慘 是 我跟你講 然後還好他們當時傷患很嚴重 然後他趕快把他遞送醫院 撿回一條命 可是路上有另外一個人 也是一位 也是同樣這樣 直接被打中心臟 那完了 高壓電 到最後好不容易到最後去救他 但是沒救 另外甚至有一個人也被打了 半年之後才回復神志 所以看到這種情況 有 味 有 有